好 那前面的位置就可以調整了 我就覺得前面坐太後面 你就直接調整它就好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君豪汽車頻道 我是阿果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台呢 也是第一次出現的車子 就是我們18年的 B&W 740Li Luxury智能駕駛版 那這台車子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剛才有發現 我剛才講的是Li 所以它是家常版的 那它的車廠呢 來到了5米2 這個長度是真的很長喔 那頭燈 因為它現在G世代的話 它的頭燈都是這樣這樣 那鼻孔的話也是大鼻孔 那它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就是 它的進氣網是可以 調節它裡面的進氣流量 這邊 它現在是蓋住的 因為現在溫度比較低啊 現在冬天 它會自己去感測 那車頭的部分只能說是非常的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輪圈的話 是配備19吋的輪圈 那車身的話就是 你看到很多鏡頭啊 它有環景 那整車的鍍鉻式條 這樣一圈 這個非常適合大老闆坐在後座 為什麼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車尾的部分 好 那來到車尾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這是740LI 它真的是長走的 所以它的一些點綴的飾品都特別多 像這個鍍鉻式條 下面也是給滿滿的鍍鉻式條 沒有任何一點的方瓜材質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還有這邊有寫總帶 電動尾門它是有的 那攝影機可以幫我過來一下 它這個深度非常的深 但是呢 它是沒有六四分離傾倒的功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長度已經足夠 讓我的高爾夫球桿進去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駕駛座的部分 那來到駕駛座的部分 那來到駕駛座的部分 我們現在從這邊開始介紹 這些材質 每一個摸起來真的都很舒服 那這邊都是鍍鉻的 這邊呢 什麼電動後置應收的 那個都不是重點 來這邊有電動椅 來地柱電動椅 那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的名牌 寫著哈門卡登 那這一台的話呢 它有16支喇叭 600W的哈門卡登 真的是非常頂級的配備 那像什麼自動大燈 自動遠光燈 這些都有 那車道便宜啊 ACC這些也都有 好那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好 它有一個功能我覺得非常的帥氣 像這個門 它有吸門的功能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另外一邊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介紹 iKEY這種一定有 那它是電動的方向盤調整 它還有數位儀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里程數 是46428公里 好 那這邊有換檔撥片 這基本的多媒體 像什麼互聯駕駛啊 這些什麼它都有 然後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就是這邊 這是邊 大部分它G4代的話會有一個 SOS的一個緊急電話 這個很方便喔 那這台也有配置天窗 那這台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空調的部分 它這個前面是雙區 那後面也是雙區 所以我們這台有四區的恆溫空調 那一樣是線船的排檔 還有一個這個很重要 這是氣壓懸吊 在這邊 再來做使用 前駕駛座大概我今天介紹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後座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後座 為什麼今天的後座是最後才介紹呢 因為通常740來講的話 前面是駕駛 那真正的車主會是在後面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 四張記憶電動椅的部分 可以看這邊 那它分別有兩組的記憶 好那再來一點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四區恆溫空調 在這邊 每個人都可以調整到它喜歡的溫度 我們這個有遮陽點可以來做調整 那這邊喔 按著 它就起來 後面也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這個可以調整的東西非常多 包括連前座的座椅 都可以來做調整 它的角度 好那它前面的位置就可以調整 我就覺得前面座太後面 就直接調整它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它全車的氣氛燈 真的是非常舒服 好那我們來 使用一下它這個椅背 張座椅 都可以來做調整喔 那為什麼它不能六四分力 現在這樣很明顯 因為它是電動椅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每個座位都有專屬的化妝鏡 可以來做使用 那 這台新車是528萬 那我們現在的售價呢 比對著還要便宜 那如果對這台車有興趣 想要看一下的話呢 歡迎都可以到 君豪機車來看車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